大家好 这里来的China至尊宝 然后给大家带来一首去年的原创 送给我师傅 演员YCY的一首歌叫做保持微笑 比较积极向上的 也是向YY的说唱王者 演员YCY之敬 来自你亲爱的徒弟 至尊宝保持微笑 纵然有太多的不美好 要学会去微笑 我在我的梦想终跌倒 Yo 我曾以为我的说唱生涯会到此为止 直到我遇到了你 是希望的开始 你就会我做个个手 不低头说唱要自由 也慢慢的学会了不再为亚远而犯愁 感谢每次当我遇到平停你给我的独立 我的成功与否相信我永远是你的主题 或许这些年来身边的人们走了又走 人说唱还有我们这样一群人去坚守 一首老大一首录是你心中的感触 多少人想要诋毁你的歌是他们的嫉妒 记忆深处的亡命停下不如早点回家 让多少孩子在叛逆的时期想起了爸妈 不理了多少人坚强你自己都记不住 坚信着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幸福 你写了多少首歌可是没有人被你写过 这一刻让我弥补这个空白被你唱首歌 人生有太多的困难要学会去微笑 在我奔跑的路上跌倒 是你让我变坚强 有太多的不美好要学会去微笑 我在我的梦想中跌倒 感谢你让我变坚强 努力的赚钱第一件事给父亲买了房子 所有人都懂得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当时每次买了我总跟你耍无赖 但心里佩服的说唱只有一个YCY 当我们老去的时候还会不会坚持饶舌 又或者那个时候它已经变成主流了 当一群老人拿着陈旧的麦克风在绕 会不会也会被未来的年轻孩子们嘲笑 还有你的梦想到了现在有没有实现 无论遇到风风雨雨 让你的歌曲为你重点 这一路作成的前行我们心里最清楚 所有感动激励的瞬间用说唱去记住 未来的风景如何谁都不敢去保证 为你唱这首歌 我都希望能够把你感动 站直了别怕下你是黑暗中的莲花 不用说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就是HEPA 说唱不只是梦想 还收获了很多兄弟 研制运离 是你曾经用红布白的记忆 你所有的坚强我们都能看在眼里 抬起头继续走我们都不再犹豫 人生有太多的困难 要是回去 这个歌呢送给我的师父 演运YCY 这个YY也是这个网络上的 说唱的王者 感谢师父教会我的一身本事 希望早日归来吧 不能遇到什么困难 保持微笑 保重身体 然后兄弟们帮我点点赞 然后 还有什么 评论 然后转发 帮我打大绑嘛 就要保持微笑 我在我的梦想中跌倒 但是你让我变坚强 让我坚强 就要保持微笑 你让我变坚强 我变坚强